暑期杜绝K剧焦虑 下面这些剧你准备刷了吗 杨子的长相思集齐万众期待 终于在今年的暑期档大驾光临 在几位主演隆重登场星期六的时候 我就知道离这部剧的到来已经不差十日了 关于长相思可追的三个点 咱们一一来攻略一下吧 首先长相思的班底和原著 那是顶呱呱的香 步步惊心的作者童华出品 电线亲自操刀 杜绝注水与魔改行为 可以说书上是啥电视里就是啥 四位主咖的颜值统统在线 快进一秒都觉得手牵的成果 其二杨子演技蹭蹭上涨 在剧开播短短几集之后 网上出现许多剧评达人 踊跃评判作为主咖的杨子的演技 没想到这次清一色都是好评 杨子的演技有大幅度的提升 之前不管是表演哭泻还是傻白天 情绪刻意较多且死板 而这次在长相思的表现很出色 把细微的情绪展现得恰到好处 是长相思的一大亮点 即便不是杨子的粉丝 也不至于看得让人尴尬 而是可以轻松赏剧的程度 最后一点 三位男主颜值刷刷在线 男一号张婉一 虽然走的是虐恋情感线路 但在剧中对杨子的爱而不得 演得很是够位 简直成了万云的哥哥 后期在告白那趴也被疯狂转载 情感爆发力真的很强 眼神和台词表述很专业 仅仅一个片段就忍不住要去追究 所以说长相思必然是今年 暑期荡的一匹黑马 不幸就去追追看 暑期杜绝黑剧焦虑 下面这些剧你准备刷了吗 去年大沙四方的沉香如谢还记得吗 成义和杨子的沉香C品 成了多少人在去年的一男品 我发现 但凡他俩联手 再烂的剧本也能被捧出花来 可见两位主演的号召力非同小可 而在今年 沉香CP虽然没有继续三大 但都带着自己的大IP制作冲击暑期的 并且很不幸地壮榜 看得人心力交瘁 一边为小妖的爱而不得悲催 一边又被耍剑的李莲花率昏头 一整个不知道该为谁那位了 不过重要的是莲花楼确实很不错 并且还被央视点名支持 没想到去年的成义演了底线之后 今年会继续在古装剧里破案 莲花楼虽然感情线非常弱 但整体剧情比较新颖 依然带动了许多观众一同刷剧 成义的演技也一直在线 就是有一点又被观众吐槽了 成义真是摆脱不掉面具了 从琉璃到沉香如屑 再到今年的莲花楼 都有戴面具出场的桥段 虽然有点帅 但一路看过来的观众依然认为有点滑稽 当然玩笑归玩笑 还是安安分分看剧吧 毕竟今年的暑期档能看得好剧太少了 有一步算一步吧 但比较好奇的一点就是 这次沉香CP不幸撞到 你会支持英渊君的莲花楼 还是咱们延旦的长相思呢 暑期杜绝K剧焦虑 下面这些剧你准备刷了吗 苏小姐难得这么开心 有好事啊 分手了 所以心情好 什么呀 分手啊 那可是天大的好事啊 爱看谍战剧的我来了 二三年备受期待的谍战大剧潜伏者上线了 谍明前行者 由黄晓明 蒋兴 吴小亮主演 万茜与王志飞友情出演 是一部近代谍战剧 一开场就是高能 故事发生在1941年的上海 讲述潜伏在汪伟客工总部的76号 共产党员方家树面临暴露危险 因此引发的一连串故事 往年近代的谍战剧都很吃香 观众群体的年龄也不受险 虽然这类题材的影视剧 忧郁和紧张的分析比较浓重 但依然在各类电视剧中拥有排名 虽然产量不高 但时隔一两年总会播出一部热门的 我觉得今年的谍战剧就靠潜伏者了 但随着潜伏者的播出 观众最为期待的问题来了 黄小明的演技到底有不有 然后看了几集之后 发现小明哥还是有收敛的 跟之前的一些剧相比好了许多 虽然这次也是西装革履 但在演技上拿捏的分寸恰到好处 跟他之前的并编相比 可以说是不相上下 不用太过担心小明哥的油腻了 另外蒋星也是相当会演戏 还有万茜与王志飞的加盟 这部剧甚至不用太过担心质量 就看后期的收视率能不能抗 如果你是谍战剧的爱好者 暑期档也是可以追一追这部潜伏者的